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多喝牛奶会强健骨头,有利健康 对,但是瑞典的最新研究却指出 牛奶喝得多,非但没有降低骨折的风险 反而会比较早死,特别是女性 英国医学期刊公布的这项研究 是针对61,000名年龄介于39到74岁女性 以及45,000名年龄在45到79岁的男性 进行长达20年的研究 在这项漫长研究快要结束时 志愿者中超过五分之一死亡,两万两千人骨折 研究显示,每天喝三杯或更多牛奶的女性 比喝少过一杯牛奶的女性死亡率提高九成 臀部骨折的比例高出六成 其他部位骨折的比例则高出15% 男性死亡率和骨折的差异则较不明显 死亡率增高也出现在所有种类的牛奶 包括全汁半汁和脱汁牛奶 但不包括发酵奶制品 像是芝士或酸乳酪 原因之一可能是牛奶富含低半乳糖 这种糖分会加速动物老化和缩短寿命